你從小就訓練滑手機喔? 從小就訓練在滑手機喔? 以前啦,我們啦,小時候都會出去玩啦 要去幹嘛點嗎?到處跑呀 然後去騎腳踏車啊 他現在還不會騎腳踏車 可是現在的小朋友大家都是在討論傳說對決呀 PUBG呀 以後就算是打電動都要去網咖啊 不然還要出門 現在都不用,手機按一按就有了 有時候也是蠻好奇你們這個世代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世代 從小就手機不離身了 什麼都跟手機有關 什麼都用手機 對不對 連你自己都出現在手機上面 對不對 你怎麼辦?這樣子的時代怎麼辦? 怎麼了? 又要睡覺了 嗯 嗯喔? 要睡覺? 嗯 睡覺睡覺睡覺 為什麼把他那一條拿起來? 我不是幫他用好了 睡覺睡覺 的話哪一個時代都一樣 哎呀 你為什麼要躺成這個姿勢 他生氣呀 來來來,拉起來 他生氣啦 拉起來 拉起來就不生氣了 拉起來就不生氣了 他是自己躺成這樣 所以拉起來吧 他拉起來 對不對? 拉起來就不生氣了呀 是不是呀 他對你的手機過敏 哦 你對電磁波過敏 只有你的手機 只有寶貝的手機發出來的電磁波過敏 表示你的手機很脹 很屁的 很脹 那咧? 那我們等你長大一點 再來跟你探討 關於你用手機的限制問題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